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临床很辛苦 但是在这里是上帝建立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会得到很多很多很喜乐的事情 家护病房主要的工作内容 就是照顾集中症的病人 每两小时半病人翻身拍背 然后观察病人的生命真相 跟医生沟通讨论病情 跟家属卫教之后照顾的问题 在这一年半中 真的学到很多很多 而且这里家护病房的医师 都很热心地教导我们 高 我看你的眼睛哈 这里的薪姿 因为我们是特殊单位 我们会有病房加急 然后加上你的年姿 还有你的症状 像有家护病房的训练 有症状就可以加急这样子 还有每三个月我们都会有 类似像奖励金的部分 遇到挫症的时候 可以就是同事都会借由解去 然后来关心 可能是台东的 比较热情而且比较亲切的关心 像我们会长都也是一样 会常常关心我们 就很像姐妹一样 留在家属病房 是觉得很窩心这样子 所以会让我觉得 更多的支持在冬季这样子